这个烧饭的这个这个春剧 然而让这个旁边一步步的上上 到最终死在这个马铃道上 这是孙明月旁边这个故事 这是我去袁冯山 在毛蒙和徐福当年他们的单身宿舍里面 当年在两千里三百年前 他很多弟子 玫瑰弟子一个山洞 他地方是个卡斯的地貌 很多天然徐福的山洞 这是毛蒙和徐福当年 修炼的地方 跑到毛蒙和徐福最多练的仿生宫 把他演练成了后来的 跨头的无情戏 和最多的广播体操的一个秦深 毛随的 这是毛随当年在的地方 毛随的对面 就是旁边洞 旁边死了以后又回到云梦山 我离物回到云梦山 连鬼屋就跟他说了 你这人贼心不死 就让他独自来到北边的山坡上 让毛随与他摇摇摇摇下看 让毛随看着他 毛随是鬼屋子的关门弟子 最少的一个弟子 你看这个 这个鬼屋子出门 是靠牛车出门的 鬼屋子如果哪个学生 如果犯错误了 就让他的学生啊 就来到这个牛棚里面 看牛 这个中国最大的 蹲牛棚这个词语的来源 这就叫水帘洞 就当年鬼屋子的 开床受害的那种水帘洞 水帘洞里面有一个叫仙泉 每一年一到 水帘以后 这个泉的水就会突出出来 使那个水帘把这个门给盖上 到这时候鬼屋子没办法讲课了 这叫放水架 一静心里放水架 后来演变了中国的放水架 来到这个地方 这当年鬼屋子从水帘洞里面 乘着油车出来的时候 你看这个粘出了多么深的车责 这我在当场照了照片 这鬼屋子当年开足受害的地方 云梦山 云梦山这个地方有九道理 九童九童龙聚首的地方 九童聚首的地方 是云梦山的古军巷 什么地方 丽辛亚罗对齐县的 有很多 石正让有六绳士 值得厉害,这个齐县的 他要齐去桑桑 建设口尾沙 云烟不爽 这都是 bush合 这个行中 齐雪的地方 河南云梦山 这个河南齐县难免的20HS地 在云梦山的 这个 它那包吹 在云梦山的东边 一个天生的太平良一图 这个大家看得不太清楚 大家看这南部还在当中照的 你看这是一道鱼 这又是一道鱼 天生的太平良一图 这在周历七线 大概有二十里地的地方 这个大家看得更清楚了 你看这是一道鱼的头 鱼的尾 这另外一个鱼的头 鱼的尾 所以说在云木山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仙气的地方 无理为谷 白天遇到地方 遇到地方就非常凉快 到处的飞 到处飞 到处是小溪 非常漂亮的地方 鬼魂的对自己的说服艺术 充满了自信 他说 如果你说 如果自己的意见没得执行 自己的话没得听从 那还是因为道理没有讲明白 如果道理讲明白了 别人还没有执行 那是因为你没有说到 对方的内心深处 如果你说的很清楚 变得很明白 敢于坚持 抓住不放 又能投其所好 说出话来 利润独到 具具足迹 明白还有条例 能达到这心 你再次用说服 还行不通的话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哎呀 纪念一年了 都上了四个世界第一名大师的培训 当上了 我发现他们的理论 在回骨子学说里面早就英雄了 世界第一名的潜伦开发大师 他的理论是 人活着是追求快乐 逃避痛苦的 你把回骨子整个手打开 第一篇谈到是这样谈的 大家看 固点长生 安乐 富贵 尊重显明 爱好 财力 得意习欲 伟扬 就是什么说呢 长寿 富贵 享受 尊贵 是每个人都想要的 死亡 要去说服他 对那些躲避的人 没有原来志向的人 那搞不好 用财力 少的利益去说服他 与扬言者一宠高 与阴言者一悲响 难道他那不是追求快乐 逃避痛苦吗 所以说 用这种方法 去说服别人 可以让你 睡人 睡家 睡国 睡天下 鬼骨子 说服智慧 都来自这一句话 大家跟我说了 把快乐说透 把快乐 大家说 把快乐说透 把痛苦说透 把痛苦说透 让孩子学习好 要告诉他学习以后会有什么好的生活 不好好学就会到了什么结果 然后买东西了 买等于快乐 不买等于痛苦 他就行动了 所以说 鬼骨子的顺服秘诀 在一场地方 白骨子的顺服秘诀 肉之以利 肉之以利 邪之以汉 邪之以汉 动之以勤 动之以勤 瞧之以利 有道理吗 来大家跟我说了 说服真难 说服也绝不可能是真福 一利福人者 非心福也 一利福人者 也非心福 说你不该是真福 而应该是感化 感动 是你 而你中要有情 人受感动的时候 没礼也会去干 没礼也会去干 没礼情上 没礼有情上能动人 况情力兼备 必然是心悦臣服 对不对 黎玉龙的一个弟兄 为和尚 让两个脱皮干掉了 对不对 还让那个脱皮要投靠巴勒军了 他不应该杀他 但灵工说了 我一定要亲手给我弟兄报仇 我宁愿我杀头 不要给我弟兄报仇 没礼他要让你打 所以大家会死保他 死跟着他走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 说服 说服的密接在 把快乐说说话 住不说动 这个毛泽东啊 有一天 讨厌周未来和刘少奇 他们的设复能力思想工作能力 周未来和刘少奇 刘少奇 怎么样的猫把辣椒吃下去 刘少奇说了 我拿把快乐 加上辣椒捅进去 毛泽西说了 做思想工作不能用直来直去的方法 因为周未来怎么办 周未来原则性比较强的 这个灵魂就比较强 他说呢 这样吧 我让猫呢 先饿上三天 等他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我用一块肉 加上辣椒 如果他要真的特别饿的话 就不得吞脏的辣椒吃下去 也把辣椒也吃了 毛主席马上就说了 做思想工作不能用七天的方式 我们就会跟顾客打着打交道 你们告诉我 是发生关系一下子比较好 还是一辈子比较好 要让一辈子 就必须让顾客自己 说服他自己 对还是不对 他们说了 主席 那你说怎么办呢 大家想不想听 毛主席说了 你要让那猫把辣椒吃下去 最好的方法是 把辣椒摸在猫的港门上 人家有热 有痛 有辣 实在没有办法 不得不迎过头去 把辣椒吃了 直到又来等一个 他说小猫都么伟大 这么复杂的问题 我自己都把它解决了 大家听明白了吗 说服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快乐 说透 买等的快乐 行动等的快乐 不行动 有么多么可怕的结果 是还得生 鬼骨子 高智慧 来找个部门他一下 好不好 鬼骨子这么大的高人 在他的道场里边 难道是现在 是鬼骨子旗线的 政府顾问 也在河南云梦山的 云梦山这个 鬼骨子大交堂的 唯一讲唯一的讲组 我在17号18号 19号20号 4天在鬼骨子现场 了解鬼骨的大讲堂 4天一边旅游 一边讲课 我就收一个成本价 如果哪个伙伴愿意去的 有没有愿意去的 有没有 有的请举手 看一下 等下我们的会议结束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的资源台来咨询一下 我们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太多 不会让他去的 只有30个人 因为老师一边要去带他们做导游 另外呢 要给大家讲对屋子的智慧 所以让我们现场去招收这个 五个人 只有五个人用这个机会 最上去报名的五个人用这个机会 练吃 带住 四天四月带玩 带导游 带风景区的时候 带劳心天的课程 两月的可能就1280 如果需要愿意去的 可以把它带回家 可以把这个地方给咨询一下 好不好 OK 来大家再读一下几个话 幼稚以利 幼稚以利 血之以害 动之以情 消极以礼 关于有没有方法 有没有办法 要还是没有 OK 我问大家一下 今天上午 老师给大家讲这些东西 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有 要还是没有 今天上午打的是 说服和严谨的理论 今天下午的内容 是需要让大家具体去训练 各位在这个地方 我才问大家一句话 如果今天蓝老师 今天上午 三天三夜 包括三天三夜的课程 我找一个宿记 把他一次不拉的 把他打下来 愿意把他严调 给我带回家的情绪说 我这里面有只有一个 各位 你把蓝老师三天三夜的课程 全部带回家 有没有可能 让你赚一千块钱 有没有可能 多赚一万块钱 有没有可能 如果蓝老师把我三天三夜的 严调在这个地方 一百块钱 把他卖出去 谁愿意把他带回家 谁哪一百块钱上来 最先到舞台上的 谁是这个机会 三加三的严调 立刻送文明 这两个男人上午 整个所有的内容 这篇书他们都有 好 谁哪一百块钱 再来上来 这机会是谁的 好 停 好 就他了 好 OK 只有一个 不不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你们两个先回去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先回去 你们两个先回去 一个就他 好不好 你们两个先回去 好吧 先回去 试试一下 好不好 OK 蓝老师讲了 三天三晚的 NBSS是一本模式这本书 今天上蓝老师的 所有的内容都在上面 而这本书要一百块钱给你 你看他十五指 来你看这本书 看看多少钱 三十 那我要卖你一百块钱 后悔不后悔 今天大陆世界第一名 坦白大师 罗杰老师 陈安智老师 在我们其中大坝的 一个劳动叫做 吕军领的 他没有上我的课之前 他的资产是 二点六个亿 他二零八年 两年时间 他资产就达到了 六点九个亿 吕军领亲自做的 做的见证 所有的演说 所有的水分方法 这个水分方法都有 一百块钱 你吃的 OK 人家把钱给我 他在这么时 你还不收他的钱 这么对他老虎 对 我问一下 这这辈书 能不能让你 把一百块钱赚回来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个就告诉大家 收鸡马书店 机场已经卖 断过好多次了 这里也不一定能买到它 这个就送一笔 你刚才那张 你多赚一千块钱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你这么支持 我要再送你一笔 这本书出版到现在不到一星期 靠才决定未来 这本书送给你 你看这本书 底下多少钱 二十八 OK 二十八 六十块钱 值不值 五十八了 五十八了 那你还想要吗 你再送他一个 好吧 每个人都具备了 让你成功所有的资源 天生人家这本书 开发你的潜能 这本书看定价多少钱 三十 我看加点击九十块钱 八十八 也送给你 好不好 再送他一百 再送他一百 一家培养学三个博士 董静宁博士这本书 培养优秀子女的规律 这本书也送给你 你看定价多少钱 三十九块吧 改了一句多少钱 一一九点八 哎呦 定是学的 一百 再你一百四十块钱的 这四本书全部送给你 你感觉到这四本书 能不能给你 人家带来很大的价值 可以 一定 能给你穿的 只要穿的多少价值 告诉我 无限的价值 无限的价值 刚才今天一上来 这个军军队对不对 找个鼓励他一下 好不好 然后找个方式他回去 好 我再问大家一下 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请老师在我这本书上 提一下字好不好 没有问题 我的字可能更值钱 好 你等一下 等一下给你签字 好不好 好 我问大家一下 一百块钱买了四本书 蓝老师的口袋 月灯未来 NBSS税度模式 能不能给他带来更大价值 我们有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那么接下来 我有请两位重要的嘉宾 他们是来自安然国际书画院的石同侠院长 也还有一位嘉宾是我们中共德州市委统战部李适来副部长 他们有一幅字画要参考送给我们的蓝云林老师 有请两位嘉宾 好 谢谢 好 谢谢李会长 谢谢李会长 那送的这幅字画呢 叫制圆鬼谷子 灵业与梦山 这也是我们 感谢一下我们 我们蓝老师 今天上午 跟我分享的 鬼谷子智慧 谢谢 好 谢谢两位嘉宾 其他话展开 请摄影师给我们拍个照 好 谢谢 好 小声鼓励一下 谢谢 好 摄影师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我们的部长 感谢我 安然国际书画院的石通霞院长 谢谢 好 谢谢李会长 好 谢谢石老师 谢谢 好 感谢两位领导 好 非常感谢我们德州市这么多的 各位领导和各位伙伴 对燕灵支持 在这个地方 尽量的再感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的石老师 送了个字画 这两句话 是我在五月份去云梦山 去云梦山 去探学 去寻找于这个鬼骨子的故事的当中 他们当地的旅游局的局长 给我说一句话 说蓝老师 我们这个景点 今天一来了 我们可以派车 可以全程的接待您 大家给您一个规定的任务 就是您到这个云梦山 看完以后 到古陵山看完以后 到真心台看完以后 因为它的地方是 风声榜的拍摄现场 是那个古陵山 古陵山就是当年鬼骨子 大约这个鬼骨子游旭的地方 隐居的地方 也是当年商中啊 大约 你挖羊羊 将相处 那个地方 等于转圈 你看一看 能不能给我们这个景点 其他一个广告词 然后就去了 当我在游玩这个云梦山和古陵山了以后 我那次感到很大的震撼 我到每一个地方 我都感觉到 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到两千四百年之间 然后我们的古生先行 他们的研究局限都那么深啊 鬼骨的原因的鬼骨神算 是月方面很深的噪音 到后来因为到后来 反省点兵 很多现代的 大约里边的写 研究当年鬼骨子的 在宿舍方面得到了成就 我每到一个地方 到苏秦 张仪 他们当年 去演练说服那个地方 我到那个云梦山上面云梦草原 去看到当年 这个鬼骨子带着他的学生进行 撒斗为兵 斩草为马 经演练在那个演兵场 每一个地方都让我那些感到很震撼 因为鬼骨子是大家公认的 是个智狼 鬼骨子怎么说也是智力保护 所以我给大家给他们在云梦山的 第一个词叫做智元鬼骨子 智慧源泉 又叫做智慧源自于鬼骨子 因为在每一年的春上 几乎每一天都上万人 就在云梦山里面去朝拜鬼骨子 朝拜鬼骨子的父 他的母亲王老圣子 有上万人去 还在去都非常灵验 所以第二就叫做 第一就叫做智元鬼骨子 第二就叫做灵验云梦山 那地方真的非常有灵气 如果有时间 大家真的应该当那地方去看一看 所以这句话叫智元鬼骨子 灵验云梦山 现在都作为这个旗线 云梦山这个景区的宣传的广告语 在这地方 我要真正的感谢我们的李部长 感谢我们的石老师 给我送了这么贵的礼物 再次记得把一张掌声送给他们 好不好 今天上午给大家分享了 第一个是 一个卓越的人士 必须具有非凡的考财 一个人的沟通能力的高低 决定了生命品质和事业 重新的大小 也告诉我们所有的考财 目前不太完美的原因 都是因为是我们的内在 当我们心门打开了 当我们畅畅心扉 愿意和别人交流的时候 当我们充满自信 相信国际的 天生的演说家的时候 那把您给别人公众会更加流畅 因为什么叫演讲 演讲是信心的传递 情绪的转移 是感觉的互动 和资讯的交流 来大家跟我说句话 演说是 演说是 信心的传递 情绪的转移 是感觉的互动 和信息的交流 如果也真的把说服和演讲学好了 和很多奇迹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说蓝老师 这个方法我真的能学会吗 我儿子在三岁半的时候 有一天呢 我从航主讲课回家 我刚到家 我儿子拿个奥特曼过来 才让我们讲故事 爸爸 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我说今天晚上爸爸太累了 明天再说吧 他好 明天你给我讲 第二天晚上七点多我到家了 到家了以后呢 我爸这个事情都忘掉了 我儿子拿个送到后面来了 他现在我在讲故事 对不对 但我儿子也知道 在没有见一个信来感之前 不要直接的切入问题 他们说被他后面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爸爸 你说现在大爷说话 要不要伤话 你的孩子这样问你 你该怎么回答 当然要伤话了 不仅爸爸也要伤话 任何人说话都是要伤话的 他说指账表说 爸爸你看 现在七点半了 是不是晚上 我说七点半 当然是晚上了 何况是冬天呀 他说 爸爸 昨天晚上你给我说了 今天晚上你给我讲故事 你要兑现诺言 你好意思拒绝他们 在去年九月份 我儿子十六岁半 上学校 第一天回来 给我见我 说爸爸 今天老师不要养我了 我说老师为什么不要你 我说呢 他说张老师讲的故事 讲的很棒 我都不用自主站起来了 我说张老师 您的口才价值百万 对 如果你是老师 你喜欢平安这样的孩子 第二天下午 就当下班长 我都问他了 我说蓝天 您为什么当了班长了 同样当老师说了 这个 去吃饭 需要一个带队的 需要一个队长 然后班长也需要一个班长 老师问了好几个学生 学生从来当班长 同学们都不同意 我都问呀老师 我说老师 您为什么不问一下我呢 老师就说了 愿意让蓝天想当班长的 请举手 大家举手了 我都当成了班长 他因为当成了班长 太容易 就说一句话的当了班长 你现在再问他了 蓝天 你长大要干什么 他说我要到美国当总统 要不要掌声鼓励他一下 有时候 话不再多 而在你会不会问问题 因为说服是靠问的 也说也靠问的 在今年我儿子是3月20号过生日 我回家了 我叫蓝天 雨为100分 数月100分 外面也得100分 爸爸要奖励一下 带你到玩具城 你想要什么 爸爸要满足你一个心愿 我孩子 儿子挺高兴 就到这个玩具城了 爸爸 我买个机枪吧 我说孩子 机枪是现在暴力 咱不要机枪 他爸爸 那我就买个塔巴达吧 塔巴达是个玩具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可能机器人一样的东西 我在这玩具那么多 你怎么还要这个机器人呢 他爸爸 那我就买一个寂寞网 我刚刚说 我儿子看了一下 问我一句话 爸爸 你买我的礼物 你玩的是我玩的 我一听我的事 你看那孩子玩的 他这句话都把我说服了 对不对 好 那既然是我玩的 那我想想听 为什么不给我 关键时候 我问的问题 会发生奇迹的 是还是不是 在2006年的4月份 我带我公司到25个员工 还有我太太 我儿子一块到这个 苏州行临去旅游 当天晚上呢 就在这个苏州大运河上 我们就租了个船 这个船头的一个美女 苏州美女 在台湾的苏州平凡 她是很棒的 操作器接错大盘 大猪小猪落鱼盘 她的大衣不迷了 这时候我的猪在这临近 就问我 来老师 你猜猜看 这个美女今天多大了 我刚刚说 我太太在旁边 我太太做业务 做得很棒的 在我们这个全市 6000个业务员当中 她业务做了第一名 让她掌握鼓励她一下 她又在三个月 做过三张百万的大张 一张五十万的单子 我太太说了 把那时能猜猜的 今年多大了 那不掉本事 我能通过我的外华 让美女自己 告诉今年多大了 我刚刚就要说了 嫂子你吹牛吧 跟美女来说 年龄时的秘密 她也不愿意告诉你了 然而我太太说了 如果我不能让她美女 她告诉她 大家的今年多大了 我拿二百块钱 请大家去烧烤 各位你们猜猜看 蓝老师说服力专家的 太太 有没有把那个名字 把她的年约问出来 有还有没有 在这儿男士 如果一来一天 见到美女社会的年约 多大了 在什么地方 注意要不要技巧 你想不想要这个方法 要不要掌握鼓励一下 太太就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各位 有要记得 赞美对方的 打开忍心批的 非常好的方式 怎么样呢 对方一分钟开心门 然后对方等于 插开心批 问四个问题 问他感兴趣的 问他得意的 问他最关心的人和事 问他自己 全身利益的事 他的愿意给你打开 我太太先问的 第一个问题是 哎呀 这个美女 你的思路平呢 谈得太棒了 怎么谈得这么好 我们大家都入迷了 我先问你一下 你学这个思路平呢 你学多久了 她说吧 大姐 我到今天为止 我就学了六年而已 整整六年了 我太太退一步说 啊 你说你学六年了 不过我看人家没多大 你说几岁开始学了 她说 我从十五岁开始学 大家猜猜看的 几岁多大 大家有没有听明白 你直接问他 他会给你吗 大家问到问题 你只能产生奇迹 大姐说是还是不是 所以说 推销是靠问的 说服是靠问的 研究也是靠问的 大姐说对还是不对 咱上个文台进来去讲课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